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關於穆乃伊的分享 而這個分享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由 主要是因為最近做了一個穆乃伊的工作坊 另外也看到其實現在是小朋友的暑假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為這個暑假是因為疫情而早了放 令到本身暑假是一個可以去體會這個世界其他東西 或者是去接觸其他事物的一個好機會 而因為疫情的關係就變了 所以關掉了旅行人去不了,要留在家裡 那麼慘的一個暑假 所以就想到不如在暑假完結之前做一次網上的工作坊 當然這個工作坊或者這個分享 就跟我另外之前做 跟iLab做的一個就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但是大致上的內容都是類近的 都是說一些關於穆乃伊的故事 或者是一些成為穆乃伊的原因 甚至是可能比較少接觸到的一些背後的人性的一些故事 就不只是單純從獵奇考古或者科學的角度去探討 而當然除了小朋友之外 大朋友其實大家都這段時間很辛苦 不能出去玩 也都朋友 甚至親人都沒什麼機會看到的 日子過得很辛苦 過得很艱難 但是都想找一些方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知識 新的一些衝擊 可以給到大家生活裡面 希望在接下來的這個小時多一點 我想應該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半小時左右 就可以說完我要說的東西了 希望在這一個小時可以跟大家進入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時空去放下現在我們現有的一些問題 去探討一下以前的人 如何去處理死亡 如何在這方面找到一些 我們到現在都覺得很奧妙的處理方法 或者是當中他們對於死亡的一些執著 一些的啟示等等 事不宜遲 我們就立刻開始 今天的這個分享 那 都是那句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 很 很 就是 立即的一個主題 主要都是用回我剛才說過的 我本書的那個名字去做這個分享 而另外 這封邀請函 其實我相信 如果你之前有看到我出這一個關於分享的帖子 你都會看到的 當然 現實之中是有的 但是現實之中的那封邀請函 字眼可能跟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就不是太一樣了 因為可能 他們就會說是來自哪裡的木乃伊 還有什麼時候會打開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封邀請函呢? 其實就跟我們現在去旅行的道理 是差不多 那麼 十九世紀的人 他們很喜歡在 去完旅行 特別去完埃及旅行之後 帶一些手信回來 好像我們現在去完旅行這樣 當我們去到旅行的時候 我們都會帶一些手信回家裡 跟別人分享 而他們去完埃及的手信就是穆乃伊 他們的穆乃伊 他們就會約了一群親朋好友 一起在一個空間打開 每一個來參與的人都會得到一些紀念品拿走 除了親眼目睹打開穆乃伊那一刻之外 他們還會拿到綁著穆乃伊的崩帶的一小塊 去離開作為紀念 而這件事在當時的英國 英國的報章很多時候都會登出這些邀請客 甚至有一些 如果你是 出名一點 有錢一點 有地位一點的人 會收到一張實質的邀請鹹 當然 他們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舉辦的一個官邸 那天有酒飲 有小吃的各樣 真的好像開派對一樣 而當他們 到時候開穆乃伊的時候 就會坐定定 好像看表演一樣 是一個挺有趣的體驗 但是 如果你深水清 你都會說 咦 開完穆乃伊怎麼辦 或者會放在哪裡 我會稍後再說 但是 要去到搞到這個派對 首先要是 你有穆乃伊可以讓開 穆乃伊是怎樣來的 在埃及來的時候 是因為什麼事情找到呢 甚至是什麼 令到其實 埃及會有這麼多穆乃伊呢 又或者是 穆乃伊最初出現 又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所以呢 當你看到這張邀請鞋 我們就回到頭去想再遠古一點 究竟 什麼是穆乃伊 穆乃伊 穆乃伊的 來源是怎樣 原起是怎樣 繼而就是 其實 會不會全世界 不是只有埃及才有穆乃伊呢 我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 不是只有埃及有的 但是 其他地方的穆乃伊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今天就會藉著這封邀請鞋 回到頭去看穆乃伊的一切 這種邀請鞋 某程度上就好像我 邀請大家一起去 進入另外一個時空 另外一個空間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探討一下 究竟穆乃伊是怎樣的一回事 因為這樣呢 我就有一個很簡單的大綱 其實都不是什麼花巧的東西 一般就有什麼是穆乃伊 定義是怎樣的 又或者是 怎樣可以做到穆乃伊這件事 或者是這一類的文物 跟著之後 其實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 並不是只有一種穆乃伊 我們不論在國家也好 地區也好 或者是種類上 我們都是不只得埃及這個地方 生產穆乃伊的 為什麼我用生產這個字呢 我待會講到去 古埃及的那種穆乃伊的時候 就會很了解 當然 因為有不同種類 我們當然就會跟你講一些 世界各地不同的穆乃伊 繼而就會討論 究竟 現今會不會有穆乃伊的製作 如果在現時這個地方 製作的話 會是怎樣的呢 甚至我們回頭 可能模擬之前究竟 穆乃伊的製作過程是怎樣的呢 當然 大家接觸穆乃伊的其中一個很熟悉的故事 就會是圖坦卡門 今天也想藉著這個機會 去跟大家深入一些討論一下 關於圖坦卡門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關於 詛咒的傳聞 或者是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到最後就是一些可能 由我自己去接觸不同的木乃伊 或者是不同的 亡者 世者的一些故事的時候 所得到的一些體會 希望大家在最後可以帶走這個訊息 不論你是覺得很認同 又或者是令到你一些反思 一些啟示也好 都歡迎你 就是聽到最後 去把那個訊息帶著 然後自己想想 日常生活會不會 都適用 又或者是日常生活裡面 會不會都覺得適合自己去 成為一個 好像一個座右銘 或者是一個感受 一個感悟 這樣呢 好了 簡介完之後 當然要進入正題 進入正題 我們首先要講一下 什麼是木乃伊 木乃伊 其實在現今的領域裡面 特別是學界裡面 沒有一個很一刀切 或者很標準 很標準 很宇宙的定義 不同的學者 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學者可能就說 我一定要有整個屍體 變成乾屍 又或者是已經乾了 這樣才算是木乃伊 有些學者定義 就是說 我不是的 我一部分是木乃伊化 另一部分是軟組織 都可以的 所以每一次的 我們宣告 有一個木乃伊的時候 其實都很依賴那個調查員 或者是相關研究的人 去指明 究竟我們在用哪一個定義呢 或者是眼前這具屍體的 那個 狀態 去到哪裏呢 但是你說 這次我們的定義 又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的 要下定義 我們這次 基本上 我們說的 都是屬於 接近全個屍體 變成了木乃伊化的 那麼 部分那些 我就不再多說 因為 我們主要要了解了 什麼會 令到木乃伊 出現 或者在什麼條件 情況之下 我們會出現 所以我就會選取了一些 整個屍體都變成了木乃伊的故事 以及那些就會比較明顯顯然易見的不同之處 那為什麼屍體會變成木乃伊呢 其實呢 屍體變成木乃伊 你要有一個很簡單的解釋的話 就是 一個屍體的腐化過程被斬斷 那就是一個木乃伊的出現的好時機 那什麼叫做被斬斷呢 那首先你要了解就是 正常一個屍體腐化的時候 會受很多因素影響 那我們稍後會講完 很詳細地講完每一個屍體腐化的 每一個步驟 或者是每一個階段是怎麼樣 那但是呢 總括而言 就是 屍體腐化受不同的因素影響之餘 其中有幾樣是特別重要的 包括我們說的可能接觸到的空氣 水分 濕度 就是濕度 還有 就是身體裡面的細菌的含量 還有就是可能 會不會有昆蟲 或者是特別是大家認識之中去追 追蟲出現呢 那這些的 就是 因素或者元素 就是影響著那個屍體腐化的速度 那換句話說就是 如果我要令到它變成木乃伊 我要斬斷屍體腐化的話 就是把剛才我說的那幾樣東西 拔走 或者是減至最低 令到整個屍體的腐化 切斷 這個就為之 是變成木乃伊可行的一個方法 那 如果是這樣解釋 就是很明白 換句話說就是 我要影響這幾個因素 我要影響這幾個元素的話 其實呢 就很多東西在牽制著的 譬如說 那個屍體被安放在一個怎樣的位置 它安放在一個究竟很乾燥還是潮濕的空間 或者它是 被一些不透氣的物料去包住 例如膠袋或者一些人造的纖維 人造的布料 這些全部都是不透氣的話 其實等於幫那些水份 被藏在裡面 就是好像 你將 可能你去超級市場買一些水果 你放在一個膠袋裡 當你馬上扭起來 你出到一個很熱的地方 其實你已經看到 袋裡面是有水氣 這些水氣的東西 都是在幫助屍體腐化 所以我們就是說 究竟你被它放在一個怎樣的環境 你將屍體放在一個怎樣的環境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而去看屍體埋葬的環境 這就是屬於埋葬學 Taphonomy 的一個部分 我們接下來也會提到 但我們未必是逐個點去 或者逐個不同的環境去講得很仔細 但當我們不會講到 每一類木乃伊的不同的時候 我們也會講到就是環境 如何影響屍體腐化呢? 剛剛提過 要了解 就是屍體腐化的過程被切斷 而成為木乃伊的這個進程 首先我們就要了解 什麼是屍體腐化呢? 那麼屍體腐化的過程呢? 其實簡單來說 就有如 我們自己消化自己 我們消化自己呢 如果你有印在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都會有說到說 當我們肚餓 肚打鼓的時候 說到胃 各樣結構的時候 我們說到肚子打鼓 我們會不會有一天消化自己呢? 就是上課 你會說這些笑的嘛 那麼 這個進程就是 我們死了之後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身體裡面的細菌 還有酵素呢 會慢慢地消化了我們自己 平時 其實他們都存在在身體裡面的 但是因為有大佬這個中央控制塔 的控制管治著 所以他們就會做一些受到命令 受到指令的舉動 但是當這個人已經離世的時候 控制塔已經消失了 沒有人再給指示的時候 他就會跟對大自然的那個 就是力量去做 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的細菌 或者是身體裡面的酵素 就會慢慢地消化我們自己 自己消化自己 那就是所有腐化 或者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開始 繼而就會是因為消化而產生的一些 可能副產品 譬如說是一些氣體 或者將一些的組織 會變成液體化等等 這些都是順帶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些也都變成了我們經常性 提及屍體變化最大的時候 會出現的一些症狀 是的 或者是症狀 也不是症狀 症狀 而在我們平時發醫科的一些討論裡面 我們就是用這些的症狀去了解 究竟這個的屍體已經離世多久 或者接觸了空氣多久 但是要有心理準備的就是 其實這件事是比想像中困難的 因為屍體腐化受很多東西影響 剛剛我們輕輕都數過一次 就是細菌 接觸的空氣 水分 或者濕度 再來就是 可能本身屍體自己的體型 或者是會不會大風 等等這些條件都是影響著屍體腐化的 所以如果當我們只是用一個角度去探討 究竟屍體腐化是一件怎樣的事 可以很容易地拿到一個推斷 其實就會有機會錯了 因為它複雜到可以是 譬如說我在一間屋裡面有一間房 是特別照到陽光 一間房是照不到的 就是香港很多的屋都是這樣的 可能我們說譬如說有一個黑廁 然後之後 外面可能有一間房是曬得正正的 溫度已經比另外一間曬不正的房 已經高兩三度的時候 這個這麼微的氣候的轉變 其實也足以影響到屍體腐化的速度和過程 如果你忽略了這些因素 就很大機會將整件事誤判了 所以屍體腐化並不是這麼值得想像到 或者是值得了解到判斷到的一件事 必須要有很多角度去設定去了解 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部分 就會是昆蟲的出現 剛才提過 最初出現的或者最常聽到的就是追 追蟲其實不是偶出來的 它是蠔蠅產卵所得出來的幼蟲 而每一隻的蠔蠔其實生命期都不是很長 大約就二至三個星期 我們可以看到由它產卵那一刻到它變成幼蟲 甚至變成蛹 然後再成了蠔 在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著它到哪一刻 它有一個很合理的推斷 究竟這具屍體接觸了 接觸了空氣多久 我們接下來會逐個屍體探討一下 究竟屍體腐化會發生什麼事 當中有一些比較海人的照片 我們沒有用到任何人的照片 也將部分覺得比較難接受的相片 我們調整成黑白色的 當中所顯示的屍體全都是珠席 而這些照片都是從一些文獻上得到 而這些文獻當中也指明 就是沒有特別因為時刺的一個研究 去特地去殺害一些動物 同樣地 今次我的分享 也是沒有特地因為要做這個分享 而傷害動物的 這也必須要告訴大家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會兒的照片 即使是豬隻也好 不是很舒服的 歡迎你聽聲音 不要看畫面 絕對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用豬隻呢? 我也說了 我們沒有用人的話 其實用豬隻的原因 就是因為豬隻的長度細菌 狀況 還有他身體外面的皮膚有毛的狀況 是比較接近人的 不是正確一樣 但是比較接近人 所以變成在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就會相對準確一些 當然 都是有分別的 但是 都是那句 沒有 因為做一些關於人的研究 你沒什麼好得過用回人 但是 當我們不用人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用豬隻去代替的 我們第一個階段 我們就會講關於初期的腐化 這個標籤就是 死亡之後零至三日 這是弱略一個很籠統的一個推斷 而這零至三日 我們是說 至少是你接觸了一個屍體 可以由 接觸到陽光 接觸到露露在空氣裡面之後 起繼 那麼 這個情況之下 有機會 其實你還沒看到很多東西 一般我們如果說初期腐化 真的看到一些變化 就是說身體真的出現了一些變化 就會是大約腹腔的位置 開始出現一些綠綠色 以及身體很明顯出現一些大理石紋 那這些綠綠色是什麼呢? 主要就是我們身體裡面開始腐敗 而裡面的細菌開始消化自己 也開始離開了本身的細菌积序 或者出現的那個地方 衝出去其他的範圍 那麼 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開始 繼而就會影響到身體的其他部分 所以如果你說平時我們不是 如果有家人離世 你不特地拿開他的衣服 看看那個位置 你未必看到的 但是 其他部分 看起來還是像平時的樣子 還認得他的 那麼在這個時候 雖然只有腹腔在變化 但是 我們未聞到味的 而我們未聞到味的時候 其實 烏鷹已經聞到他了 那麼據說 就是一種 甜甜的味道 那麼這個味道呢 是足以吸引烏鷹來產卵 那麼它的卵會產在哪裡呢? 就會產在一些 有水分的地方 那麼 可能我們是說 如果它有傷口 就會產掉傷口 或者是眼 口 甚至可能是鼻 或者是生殖器官 如果它有暴露在空氣裡面的話 那麼 那麼由現在起繼的24小時之內 那些卵就會枯化 繼而就會變成椎的了 那麼 剛剛提過了 烏鷹的生命週期 只有兩至三個星期 所以這兩至三個星期內 你就會經歷到 烏鷹變成 就是由蟲變成 一隻成年烏鷹的那個階段 而我們透過這個階段的進程去到哪裡呢? 我們可以很簡約地 有時候也挺準確的 那麼 它推斷究竟 這個屍體已經在這個空氣裡面 或是暴露在空氣裡面有多久 那麼 它的卵也挺有趣的 就是 如果你看到了 sorry 右邊下面的照片 你會看到這隻豬上面的 那些一粒粒的那些 那些卵呢 很多人如果不知道 都會以為有些米 有些飯在這裡 但是肯定告訴你 屍體是不會密貿然有些飯 或者有些米 一般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多數都是一些蟹 蟹的蟹 那麼 這一張是一張 不同階段 有不同階段 蟹追的照片 連同有一隻 蟹在這裡 那麼 你會看到很清楚 就是那個 眼下面那些堆 就是那些蟹 好像米的東西 而後面呢 的右上角 這張照片 對不起 右上角 這張照片的右上角 就會像是一些 飯的東西 那些已經是一些小的蟹 來的 到我們眼前看到的 正中間附近一隻很肥美的 那個應該是屬於第二 甚至是第三階段的幼蟹 那麼它下一個步驟就會變蟹 然後變蟹 那麼 這件事呢 其實就已經 你可以在一張照片看到 有三代不同的東西 動物 昆蟲 那麼 你會看到最左邊那裡 有一條 零零射射突出的 那個就可能是 就是第一接近第二階段的那個幼蟲 那麼 其實這些階段性的東西 已經可以告訴我們 究竟那個 就是 烏鷹產卵 有多少組烏鷹 或者有多少代的追蟲 在這裡 雞兒 讓我們可以推論回 它暴露了在空氣多久 因為我們可以找到最舊的那一代 那麼當然如果我說 找到烏鷹的 那麼 更加肯定就是 有一些已經成了年了 那麼 第二個階段呢 就會是叫做 blow stage 那麼這個 stage 某程度上就是 初期腐化的一個 開始的點 因為這個情況 這個階段裡面 就是大家經常聽到 屍體腐化會出現的東西 包括 屍體會膨脹 會變色 是嚴重變色 就不只是剛才我們說的 腹腔會出現一些 開始有些綠綠的黃黃的色 而是嚴重變色 另外就會開始有 就是屍臭的出現 那屍臭的出現 某程度上就是用來吸引其他昆蟲來幫忙 就是分解了這條絲 而 也因為身體裡面 就是昆蟲外在的東西 身體裡面 因為都開始產生很多化學作用 特別是消化自己 以及組織開始腐化 它就會產生很多氣體 爆開 這個情況就是 好像你的氣球 漲漲漲 你還不停地打氣下去 最後它就會爆開 的道理是一樣 那什麼叫做沒有氣走呢? 就譬如說 它封得很緊的 沒有位置走 那些空氣沒有 那些氣體沒有位置走 就是它封得很緊的 譬如說 那個 嘴子合起來了 或者是 它 肛門的位置都是蓋住 或者塞住 這樣才算 包住 這樣才算 其實它沒有位置走的時候 它就會 積聚了在裡面 形成一個 好像 不停地砰進去的氣球 最後就會爆開 那另外一樣 絲臭就會吸引一些新的昆蟲 而同一時間 除了身體裡面 會出現一些氣體 令到它很腫脹 認不出樣子 的情況之外 其實 剛才說的 烏鷹的幼蟲 這些椎 都開始到處走 它不會只躲在一個位置 當然 它 烏鷹的幼蟲 椎 其實它是很 很偽光的 它很怕熱 它就會不停地 你會想像到一堆蟲 就不停地 自己黏在自己 但是 它會 因為太動動 太厲害的時候 它就會 導致溫度上升 而加速了腐化的進程 情況就是 當我們冬天 一堆人 今年沒有 或者之前那一年都沒有什麼 就是走花市 當我們在花市的時候 或者一些很多人的情況 其實那個空間 因為太多人的關係 很溫暖 那麼 溫度 是會上升的 但是 當那個空間 開始走 就是少一些人的時候 溫度就會 正常一點 道理是一樣的 當那些椎是同一個空間 不停蠕動的時候 它會導致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屍體的部分 溫度是會上升的 但是它是怕熱的 所以它就會到處 就是它覺得很熱 我不如走出去 就是去其他地方休息一下 但是 它走出去之後 它又會覺得 那裡很曬 它又要躲進去 聚集的地方 所以你會不停看到 那些椎子走來走去 又來又去 但是 它們走的時候 並不是 就是不留下任何足跡的 它們的小嘴子 其實是有一些 勾 是會可以勾爛一些 要分解的屍體的部分 變成可以將它們帶著的一些東西 可能是細菌 甚至是其他的物質 身體上本身有的物質 帶進去 那個屍體裡面 或者甚至令到那個屍體的內在 接觸到空氣 接觸到陽光 雖然就會腐化得更加快 那麼 這個就是 就是 有一些的椎 在這裡 聚集了 那麼 那個位置就會 那個溫度就會 按照我剛才這麼說 溫度高一點 那麼 這個就會是 那個 那些 那些污蠅要在 正眼 本身濕的位置那裡 剷卵 剷卵之後就會腐化 但是你會看到 它不是只有一隻烏蠅 它是因為 它開始有很強勁的氣味 而吸引了很多不同的烏蠅 繼續來產卵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追 還有你看到這張照片 雖然換了黑白色 但是上面 那些毛髮的位置 其實也有一些很微細的追蟲 剛剛出生 沒多久的追蟲 甚至是 可能是卵 那麼 那麼 好了 下一個步驟 其實就是 腐化的中段 那麼它的中段 就是當身體裡面 剛才說 會產生的氣體 已經散得七七八八了 那麼它的複腔 就不再鼓掌 就會 踏進去 而同一時間 因為 部分的 身體部分已經佈了空氣 它會變成黑色 這個情況之下 腐化的氣味 就是絲臭 其實都還有 不過可能 未必 好像 嗯 或者這麼說 它是濃烈的 但是未至於很 很 很 很高 很高 那種 那麼 大量的 因為屍體腐化的時候 的一些執液 可能是 譬如說 組織腐化了 液體化了 流下去 周邊的環境 周邊的泥土上面 而其他的昆蟲 也會繼續 出現 就是 繼續分擔屍體 那 也因為 這樣的緣故 可能是 多了很多椎 剛才說過 吸引了其他的烏鷹過來 變成 多了很多椎的時候 那 它就會 溫度繼續提高 因為 在早的時候 就說過 就是 椎是一個很 就是 群組式的東西 它越聚集 在一起 越移動得厲害 就會產生熱能 就會導致溫度提高 那這個也是 在這個階段 會經常常見到 或者發生的事情 也是因為 本身有一代的椎 然後 就是因為 更加厲害的氣味 各樣原因 吸引了 剛才說 更加多的烏鷹離產 所以我們就會出現 很多代 或者是 不同 烏鷹 來自不同的烏鷹 那個椎 就是很多代 可能有一個剛剛出生 有一個 已經退 快變勇了 而快變勇那一代 其實很有趣 它未必會再 保持這個屍體 它反而 就會將 自己藏在 屍體的底 接近在 底 目的就是 它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不怕 大陸的地方 去 令到自己 然後就變成 勇 繼而 過了一段時間 就會變成 烏鷹 所以 當它變成勇 的時候 它就不會再吃 這個屍體 但是 它覺得 我吃夠了 我可以躲起來 的時候 它就會躲在下面 然後 它就會慢慢 等待 整個 過程 蜕變的過程 竟然 當它變成成 一個成年的烏鷹 它就直接飛走了 它就不會再 留戀任何 關於 屍體的東西 但是 剛剛最開初說 烏鷹周期的時候 都提到就是 因為有不同代數的鷹出現 我們很容易可以推算到究竟 哪一代其實是什麼時候來的 又或者是大約哪一代是最舊的 它可以推算究竟 屍體暴露了在空氣裡面有多久的時間 這張照片 剛剛也展示過給大家看 就是有幾代的椎 以及有 就是 卵 各樣 然後 到4月之後的 20至50天 一般 我們說 就進階腐化 踏入 這個進階腐化 基本上它就 都還有絲臭味 不過就散到七七八八了 可能 都還會吸引一下其他昆蟲 這個時候 你就會 開始看到一些甲殼蟲 或者其他類別的昆蟲 來分解了 剩下的可能是頭髮 或者皮膚 甚至印帶 這樣 餘下的軟組織 也都基本上腐化得 差不多完成了 那你這裡這張照片 都會看到其實底 尤其是屍體的底部 有很多 啡色的東西 那些都是一些可能來自最蜕變出來的東西 那可能那個已經變成蛹 甚至已經變成烏鷹走 但是 也值得留意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線索 到最後我們就會找到很多的 剩下的骨頭 還有 有機會可能有一些毛髮剩下的 那 無論你有沒有毛髮也好 其實骨頭和毛髮到最後 我想過多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都會是可以腐化或者分解 只不過要的時間就比較長一點 到這個部分為止 就是完全一個很完整 沒有東西干擾的一個腐化過程 但是最初也提及到 就是說 不是的 原來穆乃伊的出現 是關乎於 腐化被停止 或者是 指了 或者是集斷了 但是 要去探討 究竟什麼事情 集斷它 其實都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負責 負負負化的 或者影響負化的 因素有很多 那 我們可能要想 譬如說 過去十幾天 這裡的天氣是怎樣 溫度是怎樣 有沒有下過雨 泥土的濕潤度 或者酸鹹度是怎樣 這些全部環境的東西 都是會影響到腐化的速度 或者影響到腐化的階段 會不會被影響 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必須要 就是在考慮腐化的那個 時間 或者是那個死亡時間 或者甚至我們叫做接觸了空氣的 那個時間的時候 需要 由多個角度去思考 有一些可能是 譬如如果是人這樣說 現時的人這樣說 有一些因素未必是看到的 譬如說 可能那個人因為 死之前做過一些治療 可能是 譬如說癌症做的化療 或者死之前發燒 等這些東西都會是 減慢了腐化的速度 而如果我們是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有機會是真的錯判的 所以 在推論腐化的速度 或者是腐化的情況的時候 必須要很小心 那麼 我們當真的說到木乃伊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要想一下究竟這個腐化是如何影響到木乃伊的製成 剛才我們也提及的是最原始 最完整 最圓滿的一個腐化的過程 但是 因為木乃伊的出現 我們不停再三強調就是 有人制止了或者截斷了腐化 但是什麼呢? 或者什麼導致它暫停腐化呢? 我們其實是有分幾類的 而這個幾類 就是我們木乃伊的種類分類 我們分成三大類 我們首先講第一類 第一類就是我們叫做最天然最自然的木乃伊 那麼這個木乃伊的出現 其實基本上就是因為 屍體安放了在一個 天然可以制止腐化或者蝶子腐化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麼譬如是什麼呢? 譬如是 就是沙漠或者是乖及的這個木乃伊 就是你右邊看到的這個叫做Ginger的木乃伊 那麼它是現在被安放了在大英博物館 和很多乖及的文物一樣 那麼而它呢?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天然的木乃伊 天然的木乃伊基本上 在一個比較熱的天氣裡面都已經製造到的 我們講的可能是二三十度 但是這個空氣這個溫度 你說不是的 香港經常性也是的 沒錯 但是它也是需要很高的空氣流通量的 就是說如果你很潮濕 但是你很熱的話 其實是做不到的 因為潮濕加熱 是會負爛的 但是它當它因為空氣流通 你當是有些風的話 就是如果當是這樣去理解 就是當是有些風 吹到水不能在這個木乃伊上面積墜 好像抽乾了這樣 抽濕機這樣 就是這樣 繼而就是 會不會將 這些昆蟲水在上面產卵都吹走 這樣 意思的道理一樣 所以 熱天氣之餘 要需要有空氣這樣 在流通的時候 它就可以 產生了 而它這種木乃伊的特性 就是皮膚可以黏住鞋骨 看上去好像有些隱忍不良的狀況 但是絕對不是 它只是因為腐爛之後的感官 到最後就是它的皮膚 也是大家對木乃伊一直的理解 就是皮膚好像皮的質地 你可以看到Ginger 其實就是這個狀態 關於它的資料其實也不太多 如果是 有幸在英國的你 你可以去大英博物館當中的 Egyptian mummy room 那層去看 它好像是第一個展品 除非你調轉了那層去走 就會是最後一個展品 但是 如果是你走的那個區域順著時序去走 它就會是第一個你看到的木乃伊 據說是現時最古老 但是我也有聽聞過另外一些研究 就是 有另一個是在美國的 比較在舊的木乃伊 這個狀態就會跟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 我們這次暫且了解Ginger 先 這個是最 大家最理所當然想到 木乃伊的樣子 我們另外 其實天然的木乃伊並不是只有一種 因為我們要 制止它腐化 其實並不是只有熱 或者沙漠這些天氣才能做到 那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就是叫做Bug Bodies Bug Bodies Bug Bodies 多數都是在歐洲 或者是Bikings 一些舊的 潑藥的地方去找到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那裡 當地天然有一個孫子 那孫子 很有趣的 你會看到 你眼前這個Bug Bodies 它的保存狀態非常好 譬如你看到它的眼紋 魚尾紋 額頭 火車軌 那些全部都保留了 它這個特性 就是它保存的屍體非常好的 同時 其實 身體裡面的骨頭 是基本上沒有了 或者是可以說是 混合了 因為它本身的環境很酸性 對骨頭的部分來講 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是基本上那裡的 這些屍體裡面的 或者這些毛賴衣裡面的骨頭 已經基本上 你當不存在都可以 為什麼它們會在那裡呢? 之前也是相信 這個孫子 有一些魔法的能力 或者是將一些 需要受到懲罰的人的屍體 等各樣的放進去 你會看到 如果你去搜尋孫子的Bug Bodies 很容易找到這個 它就是 頸子綁著一條繩 後面有一個結 所以 他們的故事是挺有趣的 這個也是天然的一個狀態 天然的一個環境導致會出現的東西 它保存的狀況實在是 好到我每一次看這張照片 都會覺得它下一秒就會睜大眼看著我 這樣的意思 另外一個我們會接觸到的天然的木冷衣 就是一些用鹽造成的 鹽這種造成的木冷衣的特性 其實我們之後都會提到的 特別在古埃及的位置 這個就是Saltman of Iran 它就是 在一個鹽湖的位置被發現 這個木冷衣的形成就是因為側近有很多鹽 鹽是可以幫助脫水的原因 我們基本上就防止了這個屍體腐化的情況 就像我們醃一些鹹魚 這一類醃製食物的道理一樣 可以保存得比較久了 這個就是比較出名的一個考古發現 如果你過去幾年 你有on and off 跟蹤一些關於木冷衣的資訊的話 你都會聽過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Otzi 而Otzi就是 在一個冰川 冰天雪地的環境被發現的一副木冷衣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其實另外一個可以製成木冷衣的方法 就是 雪著它 雪著它的意思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你真的 令到它的腐爛速度減慢 情況就是 夏天買了一塊肉回來 我不吃著 我就會立刻塞進冰格 雪著它 減低它腐敗 或者腐壞的速度 在那個道理一樣 而它保持得真的很好 連它中過的箭頭 插在那個位置 現在還是找得到 甚至焦軟 C2 或者是 X光 各類的 影響之後 都會更看到 那個影響 到最後這個 這個 到現在都很值得研究 它就是一個 叫做做法的作用 或者是施立的產生 施立的出現 其實Exactly的方法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我們知道是因為什麼事情 因為一個很簡性的環境 因為水 因為濕 也都因為一個比較冷一點的環境 就是說可能一些冷一點的水 而因為有一些細菌在這裡的時候 這幾組東西就會組成 一起出了一個施立的物質 那施立的物質就是 可能像一些 Feta cheese 捏碎了 碎粒粒的東西 白色的東西 到最後慢慢乾了 或者是 你可以當乾了 就會呈現灰灰地式的狀態 而這個 施立的出現 據說 就是跟身體的脂肪含量比例有關 那麼 也有說過 就是說 一般女性是比較 如果按照這個道理 女性出現施立的 就是 機率是比較高 原因是我們身體裡面是比較多脂肪 Defaults 多了在裡面 所以 一般都 就是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 正確 剛才說的那幾種組件裡面 哪一個比較多 哪一個比較少 哪一個分量是多少 到現在都是沒有答案的 那這個就是 最天然的木乃伊的形成 那麼剛才那些全部都是 一些可以幫助保存屍體的東西 尤其是是施立 它是如果整個屍體都變成了 施立的話 是可以好像一個 殼一樣包住屍體 而屍體裡面是 完好無缺的 那麼這個是 施立有趣的地方 那麼 但是 這些天然的木乃伊 有機會當你改變它的環境的時候 它就會繼續腐化的了 那麼所以 在處理上或者保管上 如果 在發現之後 在說的 必須要更加小心的 那麼另外有一款 就會是 屬於半天然的 半人工的 那麼所謂半人工 就是可能我 這麼巧知道 它放了在這個地方 而我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減慢它的速度腐化的時候 間接就 因為我做了這些行為 放了在特定的這個環境 我就保存了它 那麼這個說法 可能就會是 就是你要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未必知道它的原因 但是 它的確是有這樣的 可能一個意圖 甚至是 可能剛巧遇著剛剛它就找到 那也不奇怪 那麼 那麼其中一個最出名 或者最容易理解的 就會是意大利西西里的 這個Cappuccine Convent 那麼 它這個地方 其實 你當是一個修道院走廊 這樣 修道院這樣 地下霧園這樣 而它放置的木乃伊 是很多的 但是它最初呢 其實是想把一些屍體 可能在這個地方放置了 發現它不會有什麼負難 於是呢 Cappuccine Brothers 這對兄弟 就發明了一個防腐的方法 就把這些藥水 打進去屍體裡面 而將它防腐 即是打了藥水之後 接著就放在這個走廊上面 封乾八個月 八個月之後呢 就再用醋洗乾淨 然後呢 才顯示出來的 那這個做法呢 其實是很有效的 因為它們用的 就是整藥水的那個材料 是薄薄來的 就是薄薄 或者是俗稱 可能披霜 或者是老鼠藥的那一種 其中一種原材料 而這種原材料 和水銀 或者是和一些鉛的東西 都是有殺菌的作用 更加也可以保存了那個屍體 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間接地殺殺菌 這裡又很風乾 很風涼水冷 很通風 這樣的時候 就製成了一個 有利於木乃伊出現的環境 而在這個留言裡面 其實最出名的就是 下面那張照片 右手邊那個女生的那張照片 那她就是Rossalia Rossalia 就是一個兩歲大的小妹妹的木乃伊 而她是死於肺炎的 你會看到她是1920年就死的了 到現在她依然都是這樣 她也是整個康佛裡面 最後的一副木乃伊 那這個木乃伊 就是因為肺炎離世之後 Campusian Brothers 就幫她打了這個藥水 或者你當浸了這個 阿神力的肉 這樣才算 就保存了她到現在的 她就放了在一個玻璃箱裡面 到現在依然是這樣的樣子 保存得非常好 有些人甚至說 她看到她之後 看到她好像眨眼 那你可以在YouTube上 嘗試搜尋一下 究竟是不是有這樣的影片 而 有些人從一個科學的角度 就是分析說 應該是光 射到玻璃箱裡的一些 折射的效果 就不完全是她動的 看你覺得哪一個的解釋 覺得合理 但是 的確 這位小妹妹 已經 在這個科學裡面的 日子 到現在依然是這樣的樣子 第三種的木乃伊 就會是 人造的木乃伊 就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一個話題 就是 古埃及的木乃伊已經是 因為 他們是知道了 哪一些部分 需要拿走 或者是會腐爛 繼而 她就為了保存這個 木乃伊的屍體的形態 她會處理它 當她拔走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她會找一些東西 塞進去代替它 而同一時間 她會因為知道 這個人可能生前 有一些缺陷 她會嘗試 在製作的時候 做一些東西 很像精釋的 很形異上的 去做回 形式化的 去做回一些事情 去令到她覺得 噢 跟著了 這樣子 換句話說 其實在整個製作上 可能是有一些 儀式的用處 又或者是 可能是她覺得有一些需要 要這樣做 或者是根據一些 宗教的背景 一些信仰的 一些相信的 一些理念 而去製造出來的 那 除了譬如說 我們今天會 稍後會講到的 古怪的木乃伊之外 其實 世界上有其他的 其中一個就是 上面看到的 縮頭軸 縮頭軸的木乃伊 因為是保存了頭的部分 基本上 按著 最初我講 如果我們身體 只是保存了一部分 是木乃伊 法都算是木乃伊 這個木乃伊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重的移植作用 今天就不詳細說 如果不就變得翻譯了 但是 的確是有她重要的 用處的一環 當她製作完之後 為何她的嘴要亂上 為何她的眼睛要亂上 都是一樣 也是儀式的一部分 有些人會問 現今有沒有木乃伊製作 現今都有類似的東西 但用途不是一樣 我們講的是防腐的技術 最初防腐技術的出現 就是因為我要將一些 在遠處離世的士兵 或者是一些屍體 運送回到出生地安葬 但是 現在我們就會是 多數是因為我們要做一些儀式 而去保存屍體的樣貌 或者屍體的狀態 令到大家看到先人的時候 不要太嚇倒了 以前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長的旅程 所以希望運送之後 可以保存到她的樣貌 那 用途其實真的不一樣 以前的木乃伊 我們製作完之後 可能我們在說她會被埋葬 或者是沒有人想過 會再看到這位先人 防腐的用意就是 可以保存 暫存她的樣貌 令到她不要負難住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一些儀式 需要看到她的樣貌 你當是 但是木乃伊製作不是 所以那個用法上 是 的確不是很一樣的 不過 那個 就是那個製作完之後的結果 是相類似的 另外也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在美國 其實現在有一間公司 它批評是可以幫人做木乃伊的 它 這間公司的大樓的樣貌 依然都是一座金字塔 那樣貌 那樣貌 而它 它裡面就會批評了這個服務 不過 在營業了這麼多年來講 沒什麼人見過她製成的木乃伊是怎樣的 而她是不是真的有製成 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 如果有人對木乃伊的製作 有興趣 又或者是 她覺得我想之後 都是用這個方式去處理自己的後事 你可以上網研究一下 那我們正式開始講一下 關於埃及這個人造木乃伊的產地的故事 最初為什麼 香港 最初為什麼 古埃及會有木乃伊呢? 其實最初它真的沒有特別的 東西 因為它沒有特別做任何的process 純粹是把屍體放入沙漠裡面 那沙漠呢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環境 如果你有深水清 你記得剛才我們講的條件 它正式做到可以自然風乾木乃伊的東西 包括 它的沙呢 是可以吸水 脫水 那道理就跟 如果你有養貓 貓隔進貓沙上面 它的尿液會被吸光 吸光了味 吸光了水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就是沙漠的沙的道理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很乾燥 很熱 所以它很容易 防止到 那個 調濕的天氣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晚上其實是很涼爽的 變成它的流通量非常好 所以 所以這些各樣的原因 各樣的環境因素 都是協助了它變成木乃伊 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最開出了沙裡面的亡者的屍體 全部都可以變成木乃伊 然後呢 他們就發現 咦? 這麼搞笑 難道沙漠有神奇的力量 這樣 開始他們就做一些其他的部分 包括可能是 幫屍體綁上繃帶 或者穿著衣物 尤其是這些 會給一些屬於 皇室 皇室 或者是 皇冠貴族 是的 的東西 這樣 的人士 而也都開始研究 我怎麼可以保存得更加好呢? 它開始甚至利用一些屍體 就是樹脂 去幫個屍體 塗上去 企圖保存它 但是呢 其實屍體是一些很硬的東西 當它乾了 那麼它就會變成 好像立化了那個屍體 很硬正 而且呢 那個屍體 大部分他們都還沒學會 去把一些會負難的東西移走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就 開始試不同的東西 他們就會說 咦? 不如試一下放進去棺木裡 或者是放進去霧穴裡 照這樣 塗屍體 照 綁住 這樣 但是後來因為 都是說過 沒有移走一些會負難的東西的時候 也都因為沒有接觸過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沙漠的沙去脫水 很多初期試驗的屍體 或者是試驗的木冷衣 其實都是失敗 會負難 甚至 全溫覆沒 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就正式開始想 究竟是什麼 令到屍體不會負難呢? 也都因為這個 研究的旅程開始展開 就發現到製造木冷衣 或者減低屍體負難的一些方法 這個其實跟他們的信仰 是很有關係的 你會說為什麼 因為你會想 為什麼可以保存這麼多木冷衣 如果不是有些原因的話 剛才說過 製造人工的木冷衣 儀式感是很重的 儀式是因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的信仰 古埃及人 因為相信很多元素 是組成身體的人 和身體的靈魂 所以他就會因為這樣的緣故 相信要保存肉身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們相信人的靈魂 特別是卡 就會在死了之後 在自己的被安放的空間裡 游走 他會吃東西 他會喝東西 但是 他晚上一定要回到身上 而 他怎樣回到身上 就是靠樣子 就是說我要認得 這個是屬於我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才會回到身上 如果我沒有了這個身體 我會等於死第二次 為什麼我死第二次呢? 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當我死第二次 我就會不會去做審判的了 那審判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關於 就是和羽毛秤一下心 就是如果他在天平 我的心在這邊 然後羽毛在這邊 如果我的心比羽毛還輕 那我就可以 你當是上天堂 或者是去後世 但是如果發現羽毛是 比羽毛還輕 那心就會被那四筆像吃掉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審判的過程 故事 但是如果我回到頭 就是如果我連樣子都沒有了 就是那個人都不認得自己的樣子 那我就會等於死第二次了 因為我的靈魂變成分開了兩部分 我本身是卡 然後我認回自己的樣子 沒有地方安身的時候 那我就會死第二次 我就變成孤雲野鬼了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極度需要保存木乃伊 也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必須要在屍體開始腐化之前 就已經製造木乃伊 那在製造木乃伊的時候 有幾件事其實很重要的 我們接下來會詳細說 製造木乃伊的過程 但是有兩三件事是必須要記住的 就是第一件 剛才說的阿卡和阿巴 阿卡就是那個靈魂 你當在這個空間 這個圍裡見不到的那個靈魂 阿巴就是 可以集合阿卡一起去審判的那個 大的組件 那 我們為什麼這裡 你會看到有一個甲蟲 也有一個 I of Horus 這樣 這兩個標誌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甲蟲就是 有機會在製造木乃伊的時候 我們 心可能 因為 某些原因 我們保存得不夠完整 它就會把這個甲蟲 擠到那個位置 取代了 當是有個心 另外I of Horus 其實就是用來有自癒的作用 它怎麼治癒法呢 我們稍後就會講到 我們一起看看 究竟 怎樣去製造木乃伊 材料方面 我們會有 屍體 工具 製絲 然後有一些油份 還有 炭酸鹽 阿麻布 另外有四個瓶 這四個瓶有什麼用的呢 這四個瓶就是用來安放回來自屍體的內臟 那他們稍後首先會清除了一些內臟出來 再按回他們守護的那個神的樣子 去把內臟分別放回到這個瓶裡 而放回去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這些瓶在不同的時期會不同樣子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他們 每一個製造這些瓶的人都會按著 應該這麼說 每一個 要製成木乃伊 人生前呢 他準備的時候都會找不同的藝人去製造這些瓶的 所以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過人化的選擇 但是 瓶的那些神的樣子 其實每個都是一樣的 因為他守護同一樣 大家都是那堆東西的原因 所以他們製造的時候 是會有不同的風格選擇 但是同一時間呢 會保留這麼多瓶在這裡 不過 去到後來 十九王朝打後呢 其實這些瓶已經不再出現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可能產量比較多 變了 以及工業化了 所以他就變成這些瓶已經趕不及那個需求的時候 就會 就是沒有了 取而來之的呢 就是將那些內臟呢 用回我們的NATRON SOG 那就是 炭酸鹽呢 就包著 一塊塊的 塞進腹腔裡面 除了拿走內臟之外 另外一樣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將一些不用的東西處理走 所以他們因為覺得 心才是一切的根源 不論是智慧 不論是思考 不論是思考 所以他就會把沒有用的腦呢 就拿走 那他拿走的方法呢 就好像你現在眼前看到 用前面的這個勾 伸入 由鼻子伸進去 然後在這裡搞搞搞搞搞搞 搞到它變成很液體化的時候呢 本身那個屍體呢 是這樣按摔地看著天花板 他就會把那個屍體呢 翻轉 趴面朝下這樣呢 把那個腦部的液體化 液體化腦部 由鼻子流出來 那他就完成了處理腦部的部分 那我提過了 剛剛的瓶的用處就是 用來保存那些內臟 那這裡可以讓大家參考 究竟哪一種的守護神 是保存哪一個部分 那也是提到大家就是 在十九 王朝打後呢 就已經沒有再用這些瓶去保存 這些內臟的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有一段影片去簡述一下究竟 就是要用每一個木奶衣製作的過程 以及如何用每一種材料 那我會在旁邊 旁述 而希望 可以給大家一個比較清晰的畫面 就不只是看圖 那你見到這個木奶衣跟我們一般接觸的木奶衣不同 它沒有了那些黃金面對 那些很重型的棺 這個也是來自於比較後時期的木奶衣 那他們就說 剛才一開始 有一名屍體 那他們就會把屍體內臟清除了 那麼 那麼 剛才說過了 有機會是留心在這裡 但是這次呢 他就是選擇 在這個影片裡面 他選擇留肺 那 那 特別的原因 我真的沒有特別考究 那 不過呢 他在留肺之後 他就會 因為屍體現在還是軟 它就會重置它的姿勢 一般都是放在 夾起來 又或者有些是會 手上來 然後它們現在蓋上去的這些 全部都是碳酸鹽 是Natron salt 它就會在這個SPA裡面 很長的時間 目的就是希望透過這段時間 將屍體的水分完全抽乾 變成現在眼前的樣子 再沾一些香油 可能是一些棕櫚油 乳香油等等 塗在屍體上 主要的原因就是想滋潤屍體 令它不要那麼乾 好像塗一些Lotion 接著我們就會塗大量的Resin Resin剛才說過如果我單獨用它 其實是會很硬的 但因為它現在有一些類似 水分的東西 好像潤枯爐 它才再倒下去 就會反而對屍體的情況 沒有那麼傷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用處就是它用來做一個 好像膠水的作用 黏著我們之後綁上去的阿麻布 令它可以更加貼服 完成了一層之後 它就會放一塊木板 這是屬於之後的時期的做法 放一塊木板在下面做承托 再塗多一層Resin 接著就會綁多一層的阿麻布上去 當做多一次這個步驟的時候 放上去的這些 我們叫牌子 裡面可能有不同的組件 包括可能剛才說的甲蟲 一定會有因為有個心在裡面 另外就會有The Isle Porus 何路斯之眼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在製造木乃伊的時候 它會在身上留下一些切口 而因為它的作用就是 好像治癒或者保護的作用 變成何路斯之眼 其實就好像一塊膠布一樣 黏著傷口 希望 就是木乃伊 就是細者 在後世 After Life 是會沒有病沒有痛 也沒有傷口 這樣繼續生活 除此之外 就有其他的一些牌子去做守護 在這個特別的情況之下 就會有一些動物的木乃伊 一般動物木乃伊的出現 可能是因為做一些奉獻 或者是可能在一些苗宇裡面 好像當一個莊香 或者是一些拜祭的一些儀式 等於我們進入了莊香 去教堂 去點蠟燭的道理一樣 然後它就會開始包回它 然後就會 整回它的樣子上去 因為剛才說過 這是一個後時期的木乃伊 就沒有那些黃金的官 但是這個周圍的 不論什麼時候的木乃伊 上面都有的 就是畫了一些 幫它可以順利過渡到審判和後世的一些經文 或者一些句子 最後會寫回這位誓者的名字在腳上 就告訴他 這位誓者的靈魂要過了 那就圓滿結束了 這樣子 之前甚至有一些 我會畫這些經文 或者畫在上面的一些文字 就像金手指一樣 就好像讓它很容易就出到去 就是出到treat去那個stage這樣 出到treat 出到treat 不好意思 那麼 這一個就是木乃伊的製作過程 如果在以前十九世紀 十九皇朝之前 出現的 就會是需要做多幾件事 包括就是它要放到官裡面 它有幾層的官 而其中在放到官 就是完成整個過程之前 它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要做一個開口的儀式 這個儀式就是代表Osyris的祭司會做的 他就會用一枝棒 就像圖裡面那一枝 他點這副木乃伊的口 就跟他說 你的口已經可以用了 我已經幫你開著了 然後也點到眼睛 你現在可以用眼睛看東西了 我可以繼續看東西了 因為我已經幫你開著了 這樣的意思 來到最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這個 都很多人認識的 法律王的故事 他就是圖坦卡門 很多人認識他的原因就是因為在他的墓月被發掘之後 發掘他的考古團隊的成員逐個回到英國之後都離世了 是因為一些奇怪的原因離世 開始有些人就說因為打擾了他休息的地方 所以得到他的助就離世了 這個意思 那麼 要考究呢 首先要想一下究竟 為什麼那些人離世 以及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助走的存在 那麼 最開初傳了這麼多年 一直都是這樣的一個版本 但是最近這十年八年 就多了人想去推翻這一切 於是就做了不同的實驗 以及 你當作探測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 有人研究究竟他的助就在哪裡來的 他的助就在你眼前看到這個 那些重逆這個神聖無穴的人 就會換得死神次亡的探訪 這個助就的出處 其實就是一個 計謀來的 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自然當時發現 蠔坦卡門的沐穴的時候 剛剛適逢於大戰之後 整個的 氛圍都是比較差的 於是呢 就發現了這個考古的大發現 一個從未被人開拓過的 探訪過的沐穴的時候 是很著弱的 於是呢 當 考古團隊 向外公佈有這件事之前 就在想 如果現在只是這麼直接說 一定會全世界的記者都衝過來 這個沐穴的完整性就會被影響 然後呢 他就說不如想一個辦法 告訴別人有這個沐穴之餘 可以保存這個沐穴的完整性 因為讓他們可以好好研究裡面的東西 然後他就找了一個人幫忙 而這個人是大家都認識的 那個人呢 就是福爾摩斯的作者 阿南道爾 找了他 就想了一個辦法 去令到 那些人 不要衝過來 而他的辦法就是寫了這句咒語 就說 因為這個咒語 這個 霧穴被助咒 所以大家就 不要來了 而的確是收到成效的 大家都很害怕 立即 於是考古團隊可以繼續做他們自己的一些分析 挖掘 各類型的工作 但是你說這樣也解釋不了為什麼人們會死 首先要了解一下考古團隊生活和工作的環境 那一次的探險 那一次的考察 其實都不是一個短時間的考察 基本上 淘坦卡門這個冒穴 如果他們不是找到 他們就要失敗而回 那可以說是最後的一個 Try 那接著呢 他們就剛巧巧找到了 但是要記住的就是考古在當時 其實現在也是 但是現在就一定改善了 那當時就會是比較辛苦 也環境沒有這麼理想 而且每個人的免疫力其實都已經變得比較差 那因為這樣的緣故 很多的疾病或者是很多的 情況下 都會比較容易生病的 做考古 負責考古的團隊的團員 也是因為這樣 那就可以解釋了一點點 為什麼他們回到去就會離世 你可能會挑戰 就說 不是啊 就算是這樣 可能也是大病一場而已 為什麼呢? 真真正正的弊端或者是那個原因 就是跟桃坦卡門自己有關的 而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看回桃坦卡門是怎樣死的 桃坦卡門其實是19歲上任 那麼 已經有自己的家室 已經有太太 也有小朋友 那麼在國民心裡面 他也是一個非常得民心的法老王來的 那麼 就是你會說 那為什麼事業 家庭兩得意的時候突然之間離世呢? 究竟誰這麼不妥他呢? 首先呢 他本身其實自己的身體狀況並不是特別好 因為如果你對少許 對古埃及的文化有少許認識 或者歷史有少許認識 你會知道當時他們呢 為了保持著那個 這個 白血的情況 他們是會近身通婚的 而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衍生了很多的遺傳病 或者是很多健康的問題 其中一樣呢 就是桃坦卡門 其實是有少許脊椎的問題 不是只養了 手腳也不良於行 所以在生活的這麼多年裡面 他就是需要拐杖的幫忙 同時 他在帽裡面也找到一共131支拐杖 全部都有用過的痕跡 也是足以證明了他本身身體的缺陷 這件事也解釋不到他為何死亡 但是 這是其中一個 原因就是他身體一向比較差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記住 圖坦卡門是一個19歲、20歲的青年 非常熱血 而當時他其實已經發明了可以換車輪的一輛馬車 或者一輛戰車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複壁畫 或者是下面那張圖的那輛車 事源就是他在一次的賽車裡面 出了車禍、炒了車 連車都反彈、輪子都反彈出來的情況下 他就不幸離世 一個法老王登機之後 其實他需要由他登機那一刻 到基本上他退位讓言的那一刻開始 那段時間 他準備自己的墓室 準備自己的金字塔 因為裡面 由起到畫裡面的壁畫 全部都是人手製造 所以 需時是比較久的 但是塗坦卡門因為死得太突然 在未完成的時候 已經需要用到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之下 唯有趕工了 趕工的時候 請人快點畫快點 那些壁畫還沒乾淨的情況下 已經將塗坦卡門推進去 而封閉了 也因為這樣的緣故 壁畫還沒乾淨 就已經升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知道 如果現在有些東西 還沒完全不乾淨 你塞進去一個箱也好 或者一個櫃也好 你會有膜 不只會有一股臭味 是不是 那麼 試想一下我們在說 是幾千年的時間 的時候 他一開的時候 裡面的菌是多到一個地步之餘 有機會因為 接觸到這些菌的人 本身抵抗力或者免疫力 已經因為環境的緣故比較差 而感染了一些病 讓他身體不可以抵抗這些病的時候 他就會 很容易就會出現一些健康的問題 繼而離世了 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可以 叫做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負責事次 考古的團隊 會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以及 為什麼會影響到 之後大家對於這個發言的觀感 加上那個咒語 整件事情就好像很神秘 也好像被詛咒 的確在出了這些不同的解釋之後 有一些 退休的 退役的士兵 的志願人士 有去過淘坦卡門的這個冒月度過夜的 而發現 是沒事的 他就說還很風能水冷 這樣子 所以 你當這是不是一個完全的解釋呢? 當然如果你覺得 有很多的 迷思依然還沒有解釋 不要緊 但是 不妨考慮一下這個說法和這個故事的鋪層是這樣的 那麼 回到最初的請假那裡了 譬如說 我們找到木乃伊 帶了回家 19世紀的時候 會做一些派對 而這個派對 解開了木乃伊 大家都看到拿到一塊阿麻布走的時候 那木乃伊會怎麼處理呢? 在以前木乃伊被處理的下場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被丟棄 第二個就是 它會被製成顏料 就好像你現在眼前看到的 這種叫Mummy Brown 這種顏色 現時也還有的 不過它已經是人工混合出來的 但是以前的Mummy Brown的而且是用木乃伊磨出來的 因為它這樣會有一種很獨特的啡色 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那些就會是 可能被改裝成為遙前樹 當作是真奇異品 甚至去一些展覽去 獵奇展去做 可能吸引人招財的一些展品 好像大家都忘記了 其實木乃伊是一個死人 就是死了人才有的屍體 而大家也覺得 它有很有趣的地方 或者是它有一種很獨特的顏色 甚至是 它可以吸引很多人過來看這個展覽 Sidney 看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都是那幾句的木乃伊 而香港的那個科學館的展覽 這個設計就是 我很深刻的就是 它要下去 就是進去了 要下兩層 然後才有木乃伊的展廳 而你還沒到的 其實你要走過一條很黑的走廊 很黑的隧道 好像告訴你 你在穿越這個隧道 邀請你跟他一起 去到另一個空間 體會這幾個人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心態 這個緩衝區是很好的 讓你調整一下 究竟你的心態 應該如何去看木乃伊 或者是去欣賞這些木乃伊 雖然那條走廊不是很舒服 因為感覺很壓迫 但是呢 他給了我一個就是可以 準備調整心態的一個作用 去令我提醒自己 我現在去看的 並不是只是幾句的木乃伊 那麼簡單 而是幾個人的故事 幾個人的人生 留下的一些痕跡 如果你問他們 我相信他們沒想過幾千年之後的他 會重見天日 會被人見到 如果你這樣跟他說 他有機會這樣做的話 我相信他也會不肯 但是我們好像有很多時候 都會忘記了 其實木乃伊也曾經是一個人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而不是只是一件展品 那麼你會說 蛤 有沒有得 有沒有得 選擇一個好一點的方法去面對他們呢? 其實有的 只要你的心態就是 你不要當它是一件展品就可以了 其實我記得呢 在那個展覽裡面 我有看到一些畫面 是令到我覺得也挺不舒服的 就是可能大家 很少看到木乃伊 或者是 很少接觸到展覽 這一類的展覽 會用一種很 猎奇的心態去看 但是不要忘記的 真的眼前你有六七具木乃伊 六七具人的屍體 向你展示 不論它是多少年前 一千年也好 二千年也好 甚至幾千年前也好 它也是一個人 如果你說不是 為科學研究而已 有什麼所謂 但是科學研究並不是唯一一個可以用來 去這樣用人屍體的一個理由 當然大眾教學當然是一個好事 我也非常支持大眾的一個學習 或者是教學 不然也不會做一個這樣的講座 但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想想 如果我是他們 我是當時人 我是展出的那一位 我願不願意在未得到同意的情況之下 被放出來做展覽呢? 當然我現在問不到它 但是既然如果是這樣 也都是因為考古 也都是因為以前的一些發現 我們找到它出來的時候 可以當是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地展出它給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不會反過來 用一個感恩和尊重的心去看它 或者對待它們呢? 有些人會問 那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應該去看 不是 你可以去看 但是在看的時候 你要記住它也是一個人 不要以為是一件展品 很多的 跟人體或者屍體有關的東西 並不可以只是用科研這個名字 就大了 好像所有東西都無關 所有東西都不要緊 因為科研很重要 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反而需要在 看 接觸這些木蘭伊的時候 了解他們的故事 了解他們的人生 不要忘記了 他們都有人性的這一面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尊重 已經很足夠 希望這次的分享可以令到你有一點感悟 或者得著 甚至思考 可以嘗試自己思考一下 如何令到身邊的人 不要覺得自己不重要 或者不要不被關心 嘗試用 自己的一個角度 代入 就是自己代入別人去思考的這個角度去處事 其實大家都會舒服一點 這個也是 在我去看這些展覽 或者是跟不同的 遺體 或者是先人去接觸的時候 工作的影響 或者所得到的一堂課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 後續的資料想知道的話 可以 Inbox 我 或者是 留言給我 也可以的 那麼 Inbox 可以在Facebook Travel from the bone room 又或者是可以在IG 找回 Winson bone room 就會找到的了 那麼 我多謝你們聽這個分享 記得有問題可以 歡迎分享 亦都 可以嘗試去看多些不同木蘭姨的故事 每一個木蘭姨的故事其實都是很吸引 有一些可能是 以前完全是out love 不是那個 跟這個制度 跟這個社會完全脫節的人 有一些可能是罪犯 可能有一些是 因為 剛巧就出現在一個時間 一個地方 就這樣成為了木蘭姨的導遊 希望大家有所得著 也希望大家享受這次的分享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